上一回咱们说的 陈三蒙带着老鹰鬼爷俩 找到了那口井 老鹰鬼让这红丫头等在上面 小心点 这老鹰鬼自己则下到了井里 推着了火舌子 照了着墙壁上的这个文字 他一个也不认识 这鬼话服的东西 怎么还有人看得懂 他正看着呢 扑通下来一个人 你怎么也下来了 他人呢 让我给绑树上了 我不放心 你先来看看 这红丫头也好奇像没有啥 也就跟下来了 你就不把他跑了 把咱俩埋里头 听见我说话了吗 老鹰鬼就跟这红丫头 说了几句话 他也不答应 就见这红丫头 两眼出神 盯着锦壁上的鬼话服 一动不动 老鹰鬼觉得不对劲 一巴掌猛的就拍醒了他 你下什么神呢 你 我好像能看得懂 而这红丫头说呀 他好像能知道 这墙上写的是啥 你能看懂这鬼话服 啊 而这老鹰鬼啊 还想细问 从这头上就开始 掉东西下来 这红丫头啊 这红丫头啊 抬头一瞅 坏了 这陈三蒙啊 还真就弄断了绳子 推了一块大石头 下来 你们给我死在里面吧 丫头躲开 而老鹰鬼啊 一把就推开了红丫头 自己啊 就被这石头啊 给砸了个正着 吓得红丫头 忙把他拖到了边上 石头是一块一块的往下落 眼瞅看着是没地方躲了 就在这时 掉落的石头 把这紧壁砸出了一个洞 里面呢 是呼呼的冒着冷风 红丫头卯足了力气 用着肩膀撞了过去 要是晚那么一会儿 这爷俩就得让这石头 给砸扁了 躲是躲起来了 可是老鹰鬼 怎么叫也叫不行 这可把这红丫头给吓坏了 以为老鹰鬼不行了 爹 你别死啊 爹 你不要死啊 爹 哎呀 没见你这么哭过 而这红丫头啊 三摇两晃的 这老鹰鬼也醒了过来 磨了磨脸上的血 打亮起所在的地方 这是到哪儿来了 我也不知道啊 下面碰死耗子 撞进来了呗 这一个不大的山洞啊 里面有单炉 和一些生活用品 这像是炼弹炉啊 还上老君家 嗯 你一进去 我点火炼几天 把你炼成孙猴子 咱俩就出去了 这枯锦那边呢 是出不去了 爷俩在这洞里摸索 想找到别的出口 看这样子 是有啥人在这修过仙 炼过道啊 那儿有人 爹 而王李走了一段啊 就看见有个死人 盘腿坐在那儿 已经都成了干尸了 这老鹰鬼上前拜了 拜 我们妇女卧床子弟 打搅了 这前面有风 应该有出口 而且这又去找出口 这红丫头在这干尸身上 就摸索了起来 找到了一本书 可是怎么也翻不开 怎么都翻不开呢 受潮了吗 这费了不少劲啊 就翻开了一张 上面记载着一些 奇怪的法门 红丫头没来的 去仔细看啊 老鹰鬼就叫了 吓得他是一哆嗦 把这书啊 就给扔在了地上 丫头 磨蹭什么呢 还不走 来了 这老鹰鬼催得急啊 红丫头也没来得及去捡 老鹰鬼顺着风向 走到一面石壁前头 断定后面有路 这风是从这儿吹进来的 推推看 这爷俩啊 是一块儿用着肩膀去顶着石壁 支压压的 还真就推开了一道石门 走了出来 身处一处断崖之上 但是呢 这个断崖也不高 爷俩找了几根藤蔓呢 顺着呢 就爬下来了 然后又来到先前的林子里啊 陈三蒙是早就没痒了 红丫头气不过呀 就要去他家找 这老鹰鬼一声呼哨 叫来了一阵风 爷俩来到了陈三蒙家 可早就人去楼空了呀 老鹰鬼找块纱布包了箱口 说呀 行了 两座山碰不到一块 两个人总有碰头的时候吧 先回家吧 这爷俩呀 快马加鞭回了家 秀琴坐在炕上 看见老鹰鬼头裹纱布 也是无动于衷 静止就走进了厨房 有啥吃的吗 你啊 我都饿死了 这红丫头以为呀 是去给他拿吃的去了 结果秀琴从这厨房出来呀 直奔着老鹰鬼 手里拿着菜刀 举起来就剁 老鹰鬼一侧身呢 就闪了过去 你疯了你啊 此时的秀琴 一脸怒意 翻着白眼 是判若两人 你不是我呢 你是谁敢冒充我娘 这红丫头以为是假冒的 飞起来一脚就要踢呀 背着老鹰鬼一把就给扯回来了 你给我回来 她就是你娘 老鹰鬼啊 用一眼看了 那就是秀琴 这是我娘 是啊 他身上缠了一层啥东西 只是啊 这秀琴的身上啊 缠了一层东西 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爷俩只能是东躲一下 西躲一下 不敢还手 不是一直躲 没准哪下就给砍中了 也不是闹着玩的呀 你快想个办法啊 爹 我能有啥办法呀 老鹰鬼勤急之下 叫出了刺头 老白 老白 我来了也没办法呀 他这八成是让人暗中施了法 得找到相应的破解之法才行啊 那肯定是陈三蒙那别犊子 斗不过我们爷俩找你娘下手 这刺头没办法呀 想破这陈三蒙的法 那得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招才行啊 可是这红鸭头突然冒失了一句 他知道 爹 我好像能破 这下轮法 moet走 也很好 这下轮法 还无关